我已经整整在家十天没有出门了 不知道你们在家是不是这样过的 看了刚才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感同神兽 这些天长的肥肉真的是比我上个月在北京出差长的都要多 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小肚子都出来了 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开学上班了 所以为了把肥肉及时扼杀在摇篮中 我今天决定要开始减肥啦 减肥啦 然后刚才在我的动员下呢 我妈也决定一起加入 我准备带着她试试网上比较火的那个三天的鸡蛋减肥法 我们两个呢正好一个大级数一个小级数 来帮大家试一试是否有效果 你要干嘛去 我觉得这些天呢 大家在家每天躺着吃呢 还不如跟我一起锻炼减肥 变美变漂亮 别忘了我们的口号是 跟我做姐妹身材不掉队 让我们在开学上班后 依然是身材绝美的 坚持少年 那我们就开始吧开始吧 我妈减肥必须有仪式感 先来称个体育 没骂呀 不认知是 来看看你 63.5 网上这个餐单呢 它的中午的食谱是三个鸡蛋加一个苹果 但是我觉得一天吃六个鸡蛋呢 我怕胆固醇比较高 所以我打算中午改良一下它的餐单 我就准备吃三个蛋清加一盘蔬菜 土豆和地瓜这种就不要吃了 我今天选的呢就是 这个青椒 还有菜花 还有西葫芦和这个秋葵 豌豆 因为纤维素含量高的蔬菜呢 热量都比较低 所以就是蔬菜呢 咱们就可以吃到饱 热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你捣乱干嘛 你要干嘛 妈 妈 你拜拜 走吧 我们要做饭 做饭 我现在也是就是家里有什么 就直接用什么青菜 因为这样比较方便一些嘛 非常时期 不太适合经常出去买菜 哎呀你太恶心了 什么东西掏出来 又放嘴里了 然后这些青菜呢 我准备给他们放在锅里面蒸一下 直接蒸着吃 酱油 准备给摄 concerning the liegen 我的牙食 ату 一包 来 送着 ace 热量 砣nen 电视 我刚刚 oluş谊 你还没有 能够 我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这个餐单被我改良之后呢 效果居然还不错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餐单不适合我们长期执行 毕竟呢营养不够均衡 如果想要长期减脂的小伙伴呢 可以参考我之前新陈代谢减脂餐的视频 女生嘛 真就是永远奋斗在减肥的最前线上 而且还乐死不疲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开心的是 莫过于经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呢 希望大家不要在家虚度 我们可以在学习或者生活中呢 给自己立一个flag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完成自己的瘦身目标 成功之后呢 你会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 说了这么多 你还要继续暴食吗 还在为自己的懒惰找理由吗 人活着一辈子 最糟糕的事不是失败 而是你本可以 所以请不要低估你自己 最后呢 希望我们可以早日走出阴霾 所以大家都要加油加油加油 今天的内容呢就分享到这儿 长安点赞就是你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是上雅 关注起来吧